开始市井了 因为从 那说到少子话呢 这个人倒是相当的力挺 又多生了一个 这是台湾剧泡的陈金峰 去年来宣布隐退的时候 他举办了一场隐退球赛 跟球迷朋友来告别 不过呢当时在台上 来致辞的时候 他就说非常感谢这个太太 还误把呢 两个小孩说成了三个小孩 引起全场大笑 没想到事隔十个月 却成了神预言 风哥在脸书上面 很开心的分享 第三个小孩平安出生了 好一大早 我们的气象主播赖思豪 就带我们看 元气满满的丰盛早餐 今天要带我们来看 什么好吃的 还有天气状况如何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思豪 好大早 那今天的外景气象来 谢谢思豪 所以今天还是高温炎热 多多补充一下水分了 那如果各位观众 您现在才加入我们的一早报 我们带各位短短一分钟 快速来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的新闻交流 现在暑假展开了 大家都要来抢暑假旅游商机 台中有一个五星饭店 很聪明就找来了 冯甲夜市的串烧名店来进驻 让旅客入住 不用大老远跑到冯甲来排队 在饭店就能够吃到知名的串烧 那另外呢 也有按摩的舒压会馆 也是比照办理 是找来了知名的鲜鲜鱼饭 在这边按摩模之后 不用排队 也可以来享用知名的鲜鱼饭打成 好来看温布敦网球锦标赛 出现了一个爆冷的比赛 因为曾经在此两度夺冠的西班牙蛮牛 纳达尔在第四轮居然输给了 是卢森堡的好手穆勒 最终惨遭淘汰